谁就去读书 三根筷子能否决定孩子的未来 不幸的母亲能否找到生的希望 请继续收看《道德观察》 我要妈妈活下去 巨额的医疗费让陈家人不知所措 虽然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但这些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陈广凤的妈妈吴梅巨额的医疗费用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女儿陈广凤大胆做了一个决定 她决定退学照顾妈妈 一来妈妈身边得有个人 二来也把省下来的学费拿来给妈妈治病 陈广凤是村子里边第一个考上 大学的女孩子 也是全家人的骄傲 现在她突然决定退学了 家里人能答应吗 你爸同意 不同意 我爸还打了我一个巴掌 因为我起点 起来还要提早要不上学 说实话 但是心里一种是委屈嘛 然后也知道爸爸真的疼我嘛 在父亲那里碰壁以后 陈广凤又偷偷把退学的想法告诉了弟弟 没想到弟弟也有这样的想法 我以后我妈在这个时代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不能就让她撤苦了 姐弟俩一起找到父亲要求退学 望着一对懂事的儿女 陈炎明泪流满面 但是无论如何 已接受不了姐弟俩退学的请求 眼前的净况让父亲进退两岸 此时爷爷陈中正已正在四处筹钱 可是五门医药会始终没有任何着落 眼看着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姐弟俩再次找父亲谈退学的事情 这次父亲陈炎明终于痛下决心 两个孩子只能有一个退学 就是三根筷子啊 孩子的时候你如果有一个 连续两只抽到完整的筷子 谁就学念书 我姐她把一只筷子藏在那个衣袖里面 然后当她从我妈手里接过那三只筷子的时候 她把那折断的筷子换了换掉了 用那个弄完整的筷子换掉了 所以然后她让我车 我就顺利成长地抽到两只完整的筷子 抽完两只筷子的时候 我小弟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下来了 这样抽到了 然后我就说还得练下去啊 所以当时想还得好好练下去